基隆黄色小鸭今天早上洗蓬蓬 上一次耶誕節挑戰失敗 越洗越黑 结果今天才看到 真的好像有洗白了一点 这个黄色部分洗出来了 这一次主办单位是使用 特别的环保清洁药剂 而且出动了十几名的清洁人员 用吊挂的方式到20公尺高的地方 替小鸭来洗澡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这慢慢的恢复了原本的颜色 结果一笔之后才发现说 哇这黑的部分还真的是满黑的 原来它原本的颜色是这么的黄 但是呢也有人担心说 会不会呢洗不干净 那么有一块黑一块黄的 或者说呢洗一洗之后呢 又不抵基隆空气的污染 变得黑妈妈了 坐上20公尺高的吊具 工作人员战战兢兢 二度出针要为小鸭C型哭 第一步喷上药剂 然后舌舌的刷刷 在民众的惊呼声中 小鸭的头顶开始变色了 短短一块鲜艳的黄色 激发民众的想象力 百变小鸭再现江湖 第一次看到这种头洗下来 第一次觉得怎么这么像包青天 它从那个头的上面 先洗一点点下来 我就觉得它有一点像 跟它操头一种感觉 黑面小鸭在工作人员 卖力清洗下 欧密码的脸庞终于开始发亮 担心清洁药剂造成二次污染 清洁团队特别使用 10天内可生物分解 名为简单绿的环保药剂 要让小鸭清洁溜溜 也不弄脏 周遭环境 为了因应 基隆特殊的海港地形 我们不排除 在我们时间的允许范围之内 我们用我们的洒水船 定期或不定期 来洒水一下 只是一个小时过去 小鸭只洗了一半的头顶 工作人员预估 恐怕得洗到明天才能完工 全球唯一小鸭洗澡秀 二次挑战终于成功 就怕还是不敌 基隆无览的掌控器 记者网续媛 黄媛媛 SNG小组 基隆长报道